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一览国学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低层次的父母只会和孩子较劲,高层次的父母会这样做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与你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有人说,教育孩子,有时候你越用力,反而越是大忌,适时地放手和松绑,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。 几乎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,既成绩优秀,又人人夸赞。 以至于在这个过程中,孩子的表现稍有差错,父母就开始责怪,打骂,一味地跟孩子较劲。 殊不知,越是跟孩子较劲,孩子越叛逆,越无法优秀。 尤其是孩子越来越大,到了青春期,这种现象就更加严重。 而真正高层次的父母,早就远离了与孩子较劲。 前段时间看了一段视频,女孩因为被父母训了几句,争执不过,冲动之下反锁了房门,坐上了窗台,扬言要跳下去。 消防员闻讯而来,却一时难以破解。 父母不依不饶,消防员想要破门而入,女孩听到响动,竟大声喊着,你们敢破门,我就敢跳下去。 无奈之下,消防员们只得边等待开索师傅的到来。 边跟女孩的妈妈沟通,希望妈妈先宽慰女儿几句。 女孩的妈妈竟十分执拗,仿佛双方是仇人一般,不肯后退一步,甚至还说,我不可能跟她道歉。 消防员好言相劝了好久,这位妈妈才终于肯放下情绪,跟孩子沟通几句,女孩竟挖得大哭出来。 而后,就在开索师傅打开门锁的那一刹那,女孩父亲的举动又一次跌破了人们的眼镜,她猛地冲出来,要去打正准备跳楼的女儿。 万幸,父亲被众人拦了下来,女孩也被消防员救了下来。 然而回顾这一幕幕,却叫人不寒而烈。 青春期的孩子,情绪波动大,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而父母却一味地跟孩子较劲,非要奋出个对错输赢。 每当打开网络视频,映入眼帘的类似事件更是比比皆是。 有的妈妈撕掉孩子的书本,孩子气得绝食相避。 有的父母对孩子恶语相加,孩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。 更有甚者,父母打骂孩子,孩子不顾后果,跳楼刺枪。 太多的孩子都在与父母较劲中选择了极端的方式,甚至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 如果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,一定不能做这两件事。 不要二话不说,就冲过去,砸掉孩子的手机,拔掉孩子的电脑线。 不要辱骂或者是当众批评孩子,否则孩子可能会做出过激的行为。 身为父母,被逼到如此卑微,那得有多无奈,真的就这样无计可施了吗?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,在影响孩子的内心世界时,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,自尊心。 孩子犯了错误,管教是需要时间的,但是比起孩子的自尊心,管教孩子没有那么刻不隆缓,保护青春期孩子的自尊心。 是每一位父母都要意识到的事情。 青春期,父母应该成为稳住孩子的那个人,而不是击垮孩子的那个人。 青春期的过程,是少年逐渐摆脱父母,走向成人的过程。 这一过程,被称为是心理断乳期,他们渴望获得独立,渴望父母重新审视自己,把自己当成大人看待。 正是因为儿童心理模式被打破,成熟的心理模式尚未完全建立,青春期的孩子才会变得挣扎混沌,叛逆激进,像一个火药包,毅然一爆炸。 有研究表示,青春期的孩子,大脑的多巴胺神经回路会变得异常活跃,这种多巴胺的增加会让孩子冲动,不经周密的思考就采取行动,也就是不经过大脑做事。 所以,一旦心情过激,孩子不会考虑生命安全的后果,而是满心想着报复。 他们想要的不过是极端报复后,父母后悔的快感,压死骆驼的不是一根稻草,而是千千万万根。 青春期孩子的偏激,也不是一次责骂而成,而是父母次次不理解,甚至责骂和打击导致而成。 如果父母可以给孩子多一些尊重,接纳就会是另一个故事。 青春期孩子的悲剧,大部分原因是家长少得倾听,用暴力语言去激化矛盾,把孩子越推越远。 如果想跨过青春期障碍这道坎,必须与孩子建立起良好的沟通,于是不要急着否定,责骂,先倾听。 解决问题不可以以暴制暴,需要以柔克刚,让孩子懂得为什么。 赢得十几岁孩子的最好方法,是以和善、坚定、尊重的态度,先和他们站在一边,让孩子在被理解的支撑中,得到自尊感和归属感。 青春期的孩子性格刚烈,一旦父母冲动严厉,那么就会像是狮子遇到狼,或僵持不下,或两败俱伤。 对待青春期的孩子多一些耐心,你接纳孩子的程度,决定了青春期孩子和你关系的深度。 其实,青春期的躁动是一时的,而家长十几年的家庭基础教育不会一笔抹去,当那只怒吼的狮子逐渐平静下来,他终会理解了自己的父母,反省自己的行为,然后重新出发,去追逐更高更远更美好的目标。 爱和理解,等待和接纳,才是青春期孩子的出路和救赎。 每一位父母都是青春期里麦田的守望者,远远看着,在孩子需要时,伸出双手,告诉孩子,爸妈在。 教育学博士前智亮曾说,无数真实案例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,父母越强势,反而越容易把孩子变差。 作为父母,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,与孩子较劲,无论如何,我们都不会是赢家。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,需要更多的尊重和理解。 和他们沟通,我们也更需要注重方式和方法。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女孩喜欢尝试各种新鲜的事物,穿短裙,染头发,甚至还对纹身产生了兴趣。 还偷偷纹了个图案,这些事情,她都不敢让妈妈知道,担心不被理解,害怕被训斥。 结果有一次聚会时,纹身竟被人不经意间看到了。 那人很不屑地大声说道,小小年纪就纹身,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学生,真是够给你爸妈丢人的。 正当她觉得逃不过被打骂一顿时,妈妈突然站了起来,大声对了那人,我当妈妈的还没说什么呢,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? 不仅如此,回到家后,妈妈也没有训她,反而还说了很多关心的话,有一句话让她一直记忆犹新。 虽然妈妈不理解,但是我会尊重你,支持你的选择。 从那以后,她开始安心地和妈妈说自己的心里话,分享自己的想法。 自然,妈妈也能够像朋友一样倾听她,理解她。 那个纹身也早就被女孩洗掉了。 当我们能够从家长的角色中跳出来,放松一下双手,孩子未必会变得不好。 正如作家刘庸曾说,只要你愿意肯定孩子,引领孩子,却不干扰他,孩子一定能让你刮目相看。 我们或许会担心他们碰壁,遇到挫折,但这都是孩子成长所必须经历的。 而经历过这些,孩子才会拥有成熟的人格和足够的能力。 当我们能够软下来,一边给予孩子时间和空间去经历,一边给予情感上的支持,才能够真正成为托举孩子的那个人。 有人曾说,父母是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导游,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上都有什么,给孩子一些空间,让他们像游客一样去看,去探索。 真正高层次的父母都以深谙这个道理,他们早就放下了与孩子较劲,选择默默地在孩子身边做一名守望者。 一、事实闭嘴,远离公立性沟通。 二、学会示弱,避免指令式教育。 三、尊重孩子,选择陪伴式守护。 孩子就像需要贷款,而又希望财务自由的人。 放弃父母的身份,从家长的角色里脱离出来,才能做好父母。 我们都知道,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 逆反其与孩子沟通的最好方式是尊重孩子的独立性。 当孩子遇到挫折时,不少家长指责, 你看,我早就告诉你要如何做,你偏要头撞南墙,怪谁呢? 其实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,无论是行为,还是语言。 都应该多向孩子传达我相信你能做到的信息, 把孩子当成同事、朋友,用尊重而非藐视的态度去倾听, 用平等而非评判的姿态去沟通,孩子才会打开心门,听得进去。 孩子不会因为爱漂亮,敢潮流,爱冒险变坏, 却会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,体点,得不到父母的理解,支持, 而变得叛逆,做出过激行为。 聪明,温和的父母懂得尊重孩子, 反而走进了孩子的内心,慢慢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。 改变自己是改变他人的唯一途径, 只有父母自己提升心理年龄。 与时俱进,改变教育观念和模式, 才能慢慢靠近孩子,做好孩子的领路人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? 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敬请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敬请订阅,静一通,核心。 提供佛会写赛四金的温柑派。 前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